纳洪书 论尼尼威的末世 就是伊勒哥斯人纳洪所得的末世 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 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 向他的敌人施暴 向他的仇敌怀怒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大有能力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他成旋风和暴风而来 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 他赤则海 使海干了 使一切江河干河 把山河加密的树林衰残 篱笆嫩的花草也衰残了 大山因他震动 小山也都消化 大地在他面前突起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 他发愤恨 谁能立得住呢 他发烈怒 谁能当得起呢 他的愤怒如火轻盗 磐石因他崩灭 耶和华本为善 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 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但他必以掌溢的洪水淹没尼尼威 又驱逐仇敌 进入黑暗 尼尼威人啊 设何谋攻击耶和华呢 他必将你们灭绝静静 灾难不再兴起 你们像虫杂的荆棘 像喝醉了的人 又如枯干的碎结 全然烧灭 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 图谋邪恶 舍恶迹攻击耶和华 耶和华如此说 尼尼威虽然势力充足 人数繁多 也被剪除 归于无有 犹大 我虽然使你受苦 却不再使你受苦 现在 我必从你景象上 折断他的恶 扭开他的绳索 耶和华已经出令 指着尼尼威说 你名下的人 必不留后 我必从你神的庙中 除灭雕刻的偶像 和铸造的偶像 我必因你彼露 使你归于坟墓 看啊 有报好信 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 说 犹大 可以守你的节期 还你所许的愿吧 因为那恶人 不再从你中间经过 他已灭绝静静了